艾滋病污名化是民众不敢面对也不愿筛检的主因 藉由推广艾滋快速自我筛检试剂 以及各项匿名筛检活动 让民众在具隐私性且安心的状态下得知自己的健康状态 病的个案都是怕我有风险 可是我不敢去筛检 所以我们现在有多元化的管道 第一个就是说我可以直接去看医师 医师帮我解释 第二个我们有匿名筛检 我们可以不具名然后去筛检 第三个现在还有自动贩卖机 我可以直接投贩卖机 我就可以在家里筛检 所以完全不会曝光 那从这样的鼓励大家来筛检 然后做治疗 那最后就是说预防的方式又多元 若筛检结果为阴性 还可加入预防性投药计划 持续降低感染风险 若筛检为阳性 则可透过艾滋指定医院咨询讨论 并服用抗病毒药物 只要持续每日一颗规律服药 就能有效抑制病毒 如果筛检出来 我们这些阳性的个案 就可以到我们台北市 各艾滋的指定医院 所以这边有一些的咨询的一些讨论 那如果经过医师评估 不用看病毒药物 只要规则服药 每天一颗 在六个月之后 应该可以让这个病毒量降到几乎检测不到 那如果病毒几乎检测不到 它的传染力就等于传染性 就是相对的非常非常的低的一个情形 几乎没有传染力 那这样子的情形就是说 除了保护个人 让自己本身的病毒下降 那也会让这个免疫力越来越提升 当然也不会去感染到其他的人 台北市自107年起 连续三年执行 暴露艾滋病毒前 预防性投药公费补助计划 希望借由风险行为前 正确服用预防性投药 降低民众感染艾滋的风险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